不舒逗吃 现在装备规定餐饮业不能够内用 只能够外带 那么新美市长侯友宜也说 希望非必要的产业能够自主停业 那餐厅们大家要如何自救呢 当然很多都推出所谓的防疫外带优惠 像是有一家美式早午餐店 外带全面五折哦 还不用服务费 每天订单满满 金黄酥脆薯条搭配翠绿蔬菜 还有太阳蛋 丰盛美式早午餐 不能内用 只能通通外带 省三级警戒第一时间就祭出五折优惠 现在每天订单全满 生意不减反增 原本内用的桌子通通排满预定餐点 知名麻辣火锅店原本围炉供锅 现在推个人餐和防疫外带优惠 厨房排排站的变成了小锅子 整盘牛肉豪迈下锅 也在外送平台上架 双北宣布禁止内用之后 外带业绩成长五成左右 但不少店家受到疫情冲击 直接暂停营业 放眼望去包含小吃店 饮料店 还有银楼开锁等等 通通拉下铁门 贴出停业公告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呼吁 非必要产业自主停业 会有点困扰 因为饮料业到底算不算必需品 停业来讲很直接就是现金的折损 不过对于非必要产业 除了已经公告停业的八大行业和网咖等 双北市府并没有明确定义 还是希望业者考量产业类别 一切防疫优先